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期选举的主要结果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 那么比如说民主党掌控了众议院 那么共和党维持了参议院的席位 不仅维持而且还扩大了 那么整体来看 这次中期选举和美国媒体或者一些民调机构 在选前预测的基本差不多少 就是民主党掌控众议院 那么投票率增加等等 那么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 也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比如说女性的参选人和当选者 创下了历史的记录 特别是在国会 另外在美国国会出现了 首次出现了印第安的 也就是美国原住民的国会女性 那么也出现了穆斯林 这个女性的国会议员 那么在州长选举上 像田纳西州出现了美国历史上 出现了田纳西州 历史上所谓的女州长 另外也出现了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 这样的州长 所以说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 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也可以说是非常多元化的 那为什么这次选举能够产生这样的结果 那么主要就是说在选前的几个议题 为美国选民所关心 一个就是移民政策 另外一个就是支持民主党的 这些选民担心奥巴马的健保法案 如果比如说共和党继续掌控中院的话 那么担心健保计划被推翻 总体来讲 这次几个议题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关注 所以造成了整个选举的投票率空前 那么纽约时报估算了一下数据 就是说在2014年的中期选举当中 整个总票数大概有8000多万张 那么这次中期选举 他们的估计预测1亿多张 所以增加了接近30% 那么中期选举过后 那么为大家所关注的 无非有这么几个议题 一个在民主党重新掌控中院的情况下 特朗普政府将来它的行政效率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当然了 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以后 由于购合党掌控参众两院 那么让特朗普的一些政策 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的得到了贯彻 或者说有媒体评论 在这段时间内 特朗普可以说是为所欲为 当然了民主党掌控政院之后 对特朗普肯定会产生一些制衡的作用 那么这种制衡的作用 是不是又回归到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恶斗 这样一个政治或者一个历史循环当中 这个我们还是要关注 但整体来讲 那么民主党掌控政院以后 可能要继续对特朗普 对这个所谓的通俄门 他的这个个人报税等等一些情况 要继续调查 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 现在全美国都在关注穆勒的动向 看看他什么时间 能把这个调查特朗普的报告 拿出来公之于众 那么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 也有评论说穆勒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拿出这样的报告 那么这会影响选举 有这个政治操弄的嫌疑 那么现在中期选举结束 那穆勒什么时间能拿出这样一个报告 这个是美国社会还是比较期待的 另外就是民主党重新掌控众院以后 中美关系或者是中美贸易战 是个什么样的走向 这个也是令大家特别是华裔社区所关系 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期间或者选举之后 那有这么几个事情值得我们关注 一个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去新加坡参加了美国彭博市主办的一个论坛 那在这个论坛活动当中 王岐山再次表达了对中美关系 对中美贸易战 一个代表中国政府的一个看法 那基本原则呢 就是这个愿意 做下来进行这个平等的这个对话 另外呢就是这个前天 那么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会见了这个 这个基辛格 因为基辛格呢 算是这个中美关系的开创者之一吧 那么就是说会见了基辛格 也表达了中国政府的一些这个立场 另外呢就是今天上午 那么呢中美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呢 在华盛顿举行 那么中方代表呢 是中国的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 这个杨洁石和这个国务委员兼这个国防部长 魏凤和 美方呢是国务卿蓬佩奥和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呢 现在呢这个第二轮这个外交安全对话的结果呢 还没有出来 那么根据此前这个媒体的分析报道呢 那么在会谈当中呢 应该会谈的气氛呢 应该会是一个稍微良好的气氛 另外呢特别是呢可能呢 对这个 就是说这个会谈的内容呢 应该包括台海问题 南海问题 但是也可能呢包括就是说 呃落实这个在这个 即将在阿克廷召开的这种G20 峰会上这个落实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件事 那么整体来讲呢就是我们看呢中期选举过去之后 那么这个重点关于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战之间的这样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还要看这个等待的这个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在本周呢也就是本周三就11月7号晚上 晚上呃11点多在我们南加州的千项树发生了一起这个又是震惊这个呃这个北国的或者震惊全世界的大规模的枪击案 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退役金人这个闯进了千项树一家这个音乐吧呃开枪打死了这个12个人 其中包括一名警官那这名枪手呢这个呃也是自杀还是被警方击毙这个就不清楚 反正枪手在现场也死了其实这件事呢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这个案子发生在11月6号或者提前一天那么有可能呢对这个选情呢造成这个影响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大规模的枪击案大规模杀伤无辜民众的枪击案呢 今天是这个呃频发那么有统计呢呃这个说今天以来那么发生这个死亡 4人以上这样一个大规模枪击案呢已经有8起 那么那个所谓大规模枪击案在美国这个FBI的定义是死亡 4人以上的呢就叫这个大规模的枪击案 那么这个已经发生了8起 那在这个两周前这个发生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在一个犹太教堂 一个白人杀死11名这个犹太人的这样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血案的还没平息 那又发生了这个呃就是千项素这个枪击案 其实现在呢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枪击案 现在已经不是说这个控制枪子的问题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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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手呢 他是以合法渠道购得了枪子 而且是这个用手枪大概是4.6呃 毫米这样一个口径这样一个大口径的手枪 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的精神状态呢据说是不稳定的 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大规模的枪击案的发生呢 是出于比如说种族的歧视 比如说这个这个种族的原因 或者是仇恨犯罪 就像那个犹太教堂那个血案 再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动机呢 就是说对社会不满 或由于这个自己的病情的这个困扰 对前途感到无望 那么这个海军陆战队员呢 他本身是离婚的 那么呢他是和他母亲呢住在一起 那么呢邻居呢就是说经常听到 他和他母亲吵架 所以呢整个是一个就这么说吧 是一个是比较失落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美国大规模的枪击案 归根结底 除了这个枪支管制和控制以外 那么美国社会的矛盾 这个以及这个一些美国民众对前途感到无望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这个中期选举中 南加州的华裔社区参政 可以说这个或者是亚裔社区参政 可以是可以说呢取得了一些突破 比如说竞选39选区 国会议员的韩裔候选人 鸡英玉 他呢这个不仅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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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胜了强劲的民主党的竞选对手 而且还成为这个美国历史上 所谓韩裔女性的国会议员 那么在这个华人社区的一些这个 其他的选举当中像这个 赵美新 周本利 刘云平 陈立德等 这些人呢都是顺利的这个当选连任 那么也出现了华裔参政的新面孔 像这个专世霸这个华裔候选人周伯平 首次参选就当选私援 当然呢也有这个遗憾 比如说竞选这个第22选区 这个加州参议员的五国庆 以微弱之差这个败北 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我想呢 重点要提一下 就是说这个虽然那个华裔市议员 华裔民选官员 一定要为这个华裔的利益 一定要为华裔争取利益 要为华裔代言 但实际上来讲呢 这个一个华裔民选官员 它代表的不仅是华裔 而且是代表的整个社区 比如说市议员就代表整个市 那么州参议员这一定要这个 代表整个选区的民众 那么当这个一个法案提出的时候 那么如果这个法案对华裔 这个没有利 可能对其他族有利 这个时候呢 这个华裔的这种民选官员呢 有可能不会支持这样一个法案 因为它考虑的角度呢 是要考虑整个选区 所以呢 这个就是有些这个华裔民众也说 你看这个五国庆啊 是不是经常参加西裔的活动啊 西班牙裔的活动 它没有代表这华人的利益 其实我说的这种说法呢 其实是有时这个偏颇的 实际上来讲呢 华裔呢 在美国社会的比例很小 大约目前呢是400多万 在这个美国这个战役人口当中呢 也就是占1.2% 甚至不到不到1.5% 这是人口的比例 那华裔选民呢 可能就更少 所以呢 任何一个华裔民选官员 华裔候选人 他在他的选区当选 不只要借助华裔的选票 也要和其他族裔呢 搞好官员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要考虑一个民选官员 他是要为整个社区代言 而不是只为某一个族裔代言 所以呢 我想呢 我们华裔朋友在这个今后 如何对待华裔民选官员上 要从这个整体上考虑 要从一个 站在一个美国社会的 这样一个角度考虑 而不是仅仅从 自己的族裔身份 这样的角度考虑 那好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